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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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一星 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中国画家叫徐碑红 徐碑红是江苏人 他是1895年出生的1953年去世 我很喜欢徐碑红 因为他的画不但有中国的风格 也有西方的技巧 今天我有一本徐碑红的画册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幅画 有两个阿姨在洗衣服 徐碑红画了他们的背 但是呢 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平静 这幅画有个小女孩子坐在竹子下面 我觉得它很好看 这幅画是一幅非常有名的画 这些人看上去很强壮 这里就是徐碑红画的树还有花 我觉得徐碑红画的最好的是马 这是一匹马在站着 这里有两匹马在喝水 这是一群马在奔跑 我最喜欢的是一群马在奔跑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跑得非常快 因为它的尾巴飞起来了 徐碑红在法博巴里学了画画 这幅画是油画 徐碑红擅长肖像 这幅画是徐碑红的自画像 这里是他的太太 徐碑红擅长画人 这是鱼公移山的草稿 这个也是鱼公移山的草稿 徐碑红以前家庭很穷 但是他长大成为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 因为他努力学画 他是我们的榜样 谢谢 是男的 我还是世venidos 是男的 是男的 是女的 是男的 是女的